如果我们之前提到的新西兰最牛漫画师DP 一线二用 双手作画是在挑战人类的极限 那么接下来的这位用四只同时作画的画家 是否已经超越人类的极限了 他就是来自荷兰的年轻艺术家Roger Senna DP是用双手同时画两幅不同的画 而他可以用双手同时画四幅不同的画 不但如此 每幅画还是反对着自己 最终每一幅肖像都栩栩如生 然而这只是基本操作 他还可以手脚并用 同时反着画六幅作品 真不知道这要几何CPU的电脑 才能做到他这样 为此 有研究人员专门为其做过一次脑部扫描 发现他的大脑连同性能比正常人高出三倍 不仅可以随意切换自己的注意力 还能高效地交换信息 简直逆天 他也曾一度被誉为世界最优秀的 抄写师铅笔素描艺术家 简直就是人肉打印记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观看Roger Senna的神奇画迹 看到最终作品 保证让你目瞪口呆心服口服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也在想人类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不知道你做何敢想 反正我是服了 抖音